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 这样子的算法 这样子的算法 不对 因为这样子的算法 单价原平平均 它里面 它包含了什么 土地呀 车位呀 房地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就要再教你正确的算法 正确的算法 什么叫正确的算法 就是说这个单价原平平均 为了上课方便 所以我重教 我要教你正确的算法 我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呢 我只算某一种类型 叫做房地 土地加建物 这一种类型 它的单价原平平均 有听懂吗 我们只算这一种 因为你不可能 如果说你今天 例如说脑中风 脑中风 我是这样认为说 我想要解决脑中风 这个问题 那我就针对 例如说 那个脑中风 看他这个疾病 75岁 是他的一个高峰 那我就先锁定 我只看75岁 例如说70到80岁 的这些人 请问一下 新出生儿会不会满中风 谁说不会的 一定 就是有人会 那怎么办 那跟70到80岁 会不会 会不会不太一样 你不要把太多东西都放进去 这样理解 我现在说一次 我们买房子 我会希望说 我要知道的是什么 不要有只单纯买土地的 也不要有单纯买车位的 真的有人这样买啊 可是我是要去买 要住的 所以我就只算房地 土地加建物 这一种的一个单价原品 可以理解我现在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好 所以我就必须要再透过 另外一个函数 来去做这样子的计算 这叫智慧函数 请问刚刚那个 Average你们会做吗 对不对 只要会做就好了 真正我们要用的是这一个 单价原品平均 二 我可以换一个名称 以免等一下你找错 我要叫做 单价原品 房地平均 听得懂吗 这个平均是 只针对房地 这种标地的平均 可以吗 好了 一样 因为平均值只有一个 所以花属右键 有没有看到新增量值 来 第二 请点新增量值 然后我们的这个量值两个字 删掉 不要打错 叫做 单价原品 房地平均 单价原品 单价原品 房地平均 可以吗 请问这个名称 我跟你讲 只要是那个 面这个 虽然有点绕舌啊 但是我现在讲的这个用词都是正确的 知道吗 好 请问 请问 我现在我只算什么 我只算那个 我算的是 一样是那个单价原品的平均 对不对 可是 我只锁定 它那个 标地啊 只能限定是房地 好 所以呢 这一种 这种有特殊限定的一个计算 我们是使用 智慧函数 就是很聪明的一个函数 它叫做 Calculate 它其实 英文的意思就是计算 来请输入 C A C A C A 第一个刚好就是 Calcu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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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计算的意思 好 Tab 键 接下来 请问一下 它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运算式 运算式是什么 运算式是不是刚刚我们做好的 我们做了一个叫做 单价原品平均 这不就是计算式吗 运算式 好 来请输入 来请输入 AV 请打 AV 然后Tab键 就直接带出来 Average 接下来要算什么 单价原品 方向键往下 方向键往下 有吗 然后 然后有没有看到这个台北市实价登录单价原品 千万不要打那么多字 用方向键去选 然后 Tab键 就选上去了 请问一下 我们刚刚不是在做Calculate吗 可是现在为什么跑到Average 因为Calculate第一个是不是要做运算式 运算式我们是不是就算Average 所以Average还没算完哦 差在什么地方 一个右刮弧有看到吗 右刮弧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很特殊的一件事 Average结束了 对吧 结束了 是不是又回到了Calculate 可以吧 很多同学都会忘记那个右 Average最后那个右刮弧 可是我真的希望说你能够理解 现在连写函数都已经变得比较聪明了 他都有这种提示 防呆装置 好了 请问一下 这边运算式 运算式结束 对不对 后面是不是跟着一个逗号 所以我是不是要打这个逗号 好 结果逗号完毕之后 他现在是不是那个亮起来的叫做筛选一 筛选一是什么 就是一个条件 请问现在条件是什么 条件就是什么 标的 就是交易标的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交易标的 我看在什么地方 在上面 这个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要是哪一种类型的 房地 瓜湖 土地 家建物 瓜湖 一个字都不可以打错 否则他等一下就找不到了 可以吗 好 那怎么怎么做出这个筛选的条件 用等号 也就是说 我现在我要去呼叫这张资料表的交易标的 这个栏位 所以请用一撇 那你怎么知道 你真的这要背 因为他这边用的 你看这个台北市有看到这一撇吗 这一撇在哪里 在大的 Enter的左边 这个一撇 用一撇来呼叫 一撇来呼叫交易标的 有没有 上下方向建许 来 Tab 键 把它 带上去 请问一下 筛选条件 就是那个判断条件 所以我们只有六种 等于 大于 小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不等于 就只有这六种 没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等于 对不对 等于 等于什么呢 两撇 因为那是文字 所以要用 两撇 两撇一样在Enter的左边 可是你要加一 是否的键 好 这个叫做房地 房地 刮胡 房地 刮胡 土地 加建物 又刮胡 两撇 请问我的筛选一 是不是做完了 请问 可不可以再加筛选二 可以 这个智慧 函数很棒 地方就是这样子 好 只是我现在 我不用再加别的了 然后 然后我现在缺了 是一个什么 又刮胡 所以 这个Calculate 是不是还在这边 就是因为我缺了 这个又刮胡 你看 我现在是不是Calculate 是不是也结束了 我要告诉你 这些细节 一百个 教这个大数据分析的老师 如果有 你在遇到第二个 那一定是很认真 听我上课的老师 听得懂吗 就是我放了好多影片 都在YouTube上面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放不上去 好了 Enter吧 然后接下来 麻烦 麻烦请勾选这个 单价 原平 房地平均 有差 真的有差 两撇 在Enter的隔壁 一撇跟两撇 都在Enter的隔壁 你要知道 那个为什么用两撇 因为它是文字 对 文字 前后都要加两撇 这两个都关掉了 这两个对我来说 都用不到 这两个都是不对的 可以吗 因为这个才是对的 请问一下 你看中正区 中正区 从81 一撇 81万 降到什么 74万 可以吗 好了 来 请把中间这两个 什么 单价原平的平均 关掉 单价原平平均 关掉 怎么关 在栏位 栏位 这边 请把那个叉叉 点一下 它就关掉了 我只要留 单价原平 房地平均 这个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去买房子 我要参考到的是 所有 所有那个房地 在这里的一个平均值是多少 这个是 假设103年到109年 是不是全部都放进去 来去做平均 是的 那我们现在要去 近 两年 好不好 请问 近两年 是不是就是 2019 跟2020 近两年的平均 听得懂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近两年的平均 要是高于 所有的平均 例如说 40区 这两年的 房地平均 要是高于 整个的总平均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有在上涨 房地的 单价有在上涨 这是不是比较值得我们来买 可以吗 好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要去算 近两年 因为我总共 总共103到109才六年 对不对 最好是你拿到 例如说气象资料 你知道那个气象局啊 它有给你50年的气象资料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讲说 近五年 跟整个50年来去做比较 是不是会更准 请问一下 你知道台湾的平均温度 在逐年上升还是逐年下降 上升 还好 我们还有阿里山 我们还有玉山 不好笑 好 那我们不会像问来 好 来我们现在要算什么东西 近两年的那个单价原品 房地 近两年房地平均 听得懂吗 对吧 这个名称应该没问题 好 滑鼠右键 新增量值 我只是希望说你们多练习几次了 所以我都不用复制贴上 好 请问 请问那个栏位名称还记得住吗 单价原品 我为什么都要把单价原品放在前面 就希望它那几个函数都放在一起 你到时候才不会找函数 找得钥匙不活的 单价原品 净年 净两年 净年 净年 净年房地平均 可以吗 净年房地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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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有学问在里面 好 然后接下来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刚点的是一个计算机 而不是在那个新的很不外的单价原品上 是不是这两个记忆原品 我如果只拿单价原品来去做 做那个平均 我根本就后面没戏可唱了 我首先没有函数 我没有创造出来一个函数 我等一下要新产生出来的这两个函数 要去再做比较 我是比不出来的 可是我自己写的函数 我是可以比的 主要就插在这边 等于我准备晚一点 我们做完这件事 我才要跟你讲 你回去 你想我给你一年时间 你都做不出来 我们现在做的事 我是说真的 我两天 我光是卡在这个观点 我想了两天 全台湾大概我是第一人 我是说真的 光是这一点 我花了两天 我才想通 因为全台湾没有人教我 就我的老师 他去法国 他去看人家法国人 那个table用的好棒 他就回来 跟大家讲 结果 结果我最听话 然后我来去做这些东西 因为你怎么可能叫指导教授 去把这些东西 学会之后再教我 你不用等了 好 只是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你不写出这些函数 等一下就不能应用 好 我要继续写了 所以请问一下 我的运算是很单纯 就是average 然后单价原平 对不对 可是我这边 又要近两年 又要那个房地 对不对 所以我要写两个筛选条件 好 所以calculate 来请输入ca ca 然后 有没有看到 calculate 然后tab键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不是 那个运算是 就是平均值 房价的平均值 av 是不是又tab键 对不对 如果你会打真的很快 我们就可以打完 然后接下来去找单价原平 用帮降键 用帮降键哦 往下去找到单价原平 tab键 然后又刮糊 又刮糊 可以吗 我建议各位 就是练习打过一遍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 average结束了嘛 结束了回到这个calculate 有吗 你看一下 你的average 有没有结束哦 没有结束 是因为你就漏打了这个又刮糊 好 现在是不是在calculate 然后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打这个逗号 运算是结束之后 是不是这个逗号 然后接下来 我们先写那个 你觉得先写近两年 还是先写 先写那个房地 交易标地 有没有差别 如果你用函数 那其实是有差别的 好 如果你用函数 那其实是有差别 好 我们先写那个交易标地好了 因为刚刚先教你交易标地 这是可以去算出来的 那个dig o的问题 那就是属于资工了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 我们现在来去看 我要先写那个交易标地嘛 所以用一撇来呼叫交易标地 一撇 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方向建来去选交易标地 交易标地要等于 等于什么 这个房地 瓜胡 土地加建物 瓜胡 好 良帖 房地 瓜胡 土地 加 建物 这个交易标地 做完了 做完了 好 所以用逗号 你已经看不到了 但是不要打错字就好了 我最后才能给你看 接下来继续再写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要近两年 请问近两年怎么写 那就是用year 取出来这个交易日期啊 然后大于多少 2018 来试一下 ye 来请输入ye 然后tap键 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要去找那个交易日期 怎么找 请用一撇来呼叫 请点这个 一撇 一撇就是叫资料表出来啦 好 往下去找交易日期 我们刚刚不是有做一个交易日期 而且是把它转成西元 好 tap键 记住哦 year还没结束 为什么还没有结束 因为我的右刮壶没有打上去 右刮壶 要大于2018 请问我这个3选2也结束了 也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全部都做完了 所以要打一个右刮壶结束 我已经全部打完了 他没办法就这么大 所以以前我都会尽可能的 就是给你们看直播 可是今天不晓为什么 我的手机网络 应该我也不知道是YouTube 他们那边出的问题 不可能一模一样 两个条件是 一个是六年的平均 一个是只有最近这两年 而且你到时候一直把资料 移进去新的资料 他就一直帮你 一直在重新算 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这就叫建模 我知道这一段可能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我不相信以色调 现在都不交函数 好 Enter 接下来麻烦请勾选 勾选这个 我们刚刚算出来的 单价元凭近年房地平均 不一样吧 像例如说 谁比较高啊 像最高的 最高的大恩区就在碟 中正区 中正区在小福的 应该算持平了 持平 松山区在碟 信义区 信义区在碟 中山区在涨 四林区在持平 大同区在涨 我们刚刚数据建模 建模到 我已经把那个 近两年的平均 算出来了 那请问 近两年的平均 如果高于 所有的平均 是不是代表说 我有成长 所以你要比一下 你要比一下 比的方式 很简单 就是算 他 成长的比例 成长比例 如果 成长的比例 例如说 大于3% 还是 还是3%以下 还是 根本就是没有成长 是负的 好 所以请问一下 怎么算这个公式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 我们来算那个 成长率 好 也就是 单 一样哦 新增量值 单价 原平 成长率 这个 单价 原平 成长率 请问一下 是谁减谁 近两年 减总平均 好 所以刮鼓 然后这个时候呢 因为他 他等一下要除一个分母 对不对 所以我当然要用刮鼓 好 然后一撇 你看现在只有三个函数 有听懂吗 如果你刚刚在这个地方 你又不是新增量值来去算 对不起 你现在根本就没办法算成长率 好了 请问一下 这怎么算 是不是 这个 单价原平 近年 房地平均 开不见 减 减谁 减 一撇 用一撇来去呼叫 呼叫 减谁减那个 单价原平 房地平均 右刮鼓 请问分母是谁 分母应该是近两年的 还是整个平均的 整个平均的 可以吗 如果这个公式 你不会定 回家问你 四年级 国小四年级左右的小朋友 他会帮你列出来 好 我是说真的 你都会啦 然后一撇 我用这个 单价原平 房地平均 开不见 enter 好 请打勾 单价原平 成长率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 请注意 请注意 我们通常 比例嘛 成长率 我们都会用什么 用百分比 用百分比 所以请你点这个 单价原平 单价原平成长率 然后 量值工具 请点百分比 我百分比我比较喜欢用 是小数位 移位 你信不信哦 假设你 一年后 再取得新的资料 只要放到 那个资料夹 这些数字 都会跟着变动 这就是他最棒的地方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做 类别 分类 例如说好了 3%以上 哦 只有一个 那我们定 2% 好不好 2%以上 2% 还是一个 哇 那要1点 算了 我们只分两类 可以吗 就是 就是成长的 跟衰退的 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台北市的房价 这样子的变化 如果以行政区来看 它的变化不大 可是你 如果有机会去看那个路 那个变化就大了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举例来说 以前那个大园航空城 我说桃园的大园 他在做航空城 那个房价一直涨 一直涨 现在一直在跌 可以吗 我们现在继续来观看一下 我要把它的类别做出来 就是一个是成长 一个是衰退 好 所以 所以这边的分类很简单 滑鼠右键 一样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 好 赶快做 请问这个新增量值是什么 叫做 单价原平分类 请问分类 你要用什么函数来做 如果在以下里面 我要分成什么 分成那个 就是成长 跟衰退 你要用什么函数 是不是一辅 一辅 对 请输入 if tab 好 接下来呢 请用一辅来呼叫 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成长率 叫进来 大于零的话 请问这个成长率 大于零 就叫做什么 就是 那个成长 豆豪 不然就是什么了 衰退 我打下降好了 成长跟下降 好 右瓜骨 就是我把它分成两类 用一辅来分两类 一辅 是不是中间 这个地方放条件是 然后接下来 成立的时候 不成立的时候 好 所以我成长有几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刚好 一半 一半 然后到时候我们用地理分析 看看有没有地缘性 还有我们想要知道这些衰退的到底是到底前面到底多高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这样一张表 这样一张表 假设你今天在为新的资料进来 它会不会跟着变动 答案是会的 这就很像 这就很像我们机器学习里面讲的一个观念 我们要先拿75%到80%的资料 先去训练它 我们叫做training set 就是把一个set 一个集合 一个资料 资料库 取80% 来当做是training 这种我们叫训练 然后呢 接下来把剩下的20来当做是测试比对 我觉得叫比对会比较好 就是检查我们刚刚训练的到底做的正确还是不正确 可以吗 这就是机器学习 我现在做的塑膜 就是在做这一件事 我是把说从以前到现在 所有发生的全部都放进去 接下来你只要再以时放未来的 可以吗 请问一下 我们要随时知道 随时知道最现在 这个当下 它是成长还是衰退 对吧 对 可以了解吗 因为我们做 我们现在做的政策是当下 我们要看当下 现在比对出来的结果 好 所以这个 这个数学模型 这个数据建模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好了 我做完了 我做完这件事 其实我只要知道最后这件事而已 其他我根本都不需要知道 当然了 你在写报告的时候 你可能会写到到底成长 成长了多少 衰退了多少 很少有人会去写这个 就写报告的时候 我们比较有可能会写说 你看哦 台北市 有成长的6个行政区 衰退的有6个行政区 然后 成长大概成长了 例如说可能1.5个百分点 衰退 甚至还有衰退 你看7的 那你买到是不是就亏了 文山区 请问有没有人住文山区 这样了解吗 你有没有感觉 房价好像有在连 还好 那 不用啊 不是 成长率就是成长率啊 只是我觉得 我这个单价原品分类 我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做这个 它就是我只 整个课程我只要讲房地 我不讲其他了 好 那你要是懂房地 你当然就可以去 去 如果你要经营那个土地满卖 你就全部都看土地 好 好了 麻烦 麻烦请把这个档案 做好的这个档案 要汇出 记住哦 这是硕膜很重要的一件事 来这边是不是有点点点 麻烦请做汇出资料 然后请最好是放在你那个 就是 就是 不要放在那个原本资料夹里面哦 请你不要放在原本那个资料夹里面 你放在原本那个资料夹里面 就会产生很多 很不正常的情形 好 我是放在别的地方 我放在跟它平行的位置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台北市 海北市 海北市 那个 单价 原 平 然后 房 币 分 类 可以吗 这个档案 因为你可能做完这个 这个分类 你可能还会做土地分类 可能还会做停车位分类 什么 那就随便你了 好 存档 我再提醒一下啊 早上我们是不是有请你把交易日期改成日期得市 它就会长这个样子了 在做资料清理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会跟文字不一样 文字是什么都没有 好 麻烦把这张资料表叫做什么 数据建模 快速点两下就可以 快速点两下就可以直接输入了数据建模 左下角这个工作表 我不喜欢第一页第二页这种名称 我喜欢把那个真实的 真实的名称打上去 叫数据建模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 请问我刚刚是不是创造了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 我要重新把它呼叫进来 真的 里面还有很多的学问 因为我们只有初阶 基础班 所以 没办法一步到位 所以我只能用现在这个方式 建好模之后 再把档案叫进来 请问如何把档案叫进来 常用 记得取得资料吗 但是取得资料这个时候 就不是点上面这个图示 是点下面这个图示了 有没有看到文字CSV 好 第一麻烦请点常用 第二麻烦请点这个取得资料往下的这个三角形 然后第三请点文字CSV 请把刚刚你建好模的那个档案叫台北市单价原平房地分类 你不要小看这几个字哦 真的全部照按照这种方式来去打 不然你很容易就乱掉了 来麻烦请点开启 然后他就把刚刚所有的数据建模内容 秀给你看 来直接点选 载入 等他跑完 好了 你仔细看右边 仔细看右边 我们有两个档案 我们有两个档案 有两个资料表 有两个资料表 一个叫做台北市十价登录 一个叫台北市单价原平房地分类 对吧 两个资料表 看得出来吗 这边是两张资料表 再来 再来麻烦请点模型 他成功的已经帮你自动的建立关联 建立什么关联 建立乡镇市区 乡镇市区的关联 而且是建立哪一种关系呢 是一对多 这边是一 右边是多 台北市十价登录里面的乡镇市区会重复出现 例如说大恩区会出现很多很多次 左边 左边 乡镇市区 大恩区只会出现一次 这都是电脑会自动帮你做完的 只要你按照这种标准程序做完 硕模 你后面画图就会变很轻松 很快的我们的数学韩式啊 就是韩式的讲解数据建模就要在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了 可以吗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做视觉化分析 很重要的仪表版即将登场 这样有没有问题 后面都是自动帮你建的 那你现在你现在觉得 请问刚刚那一个资料这个资料表为什么要汇出 这边我没办法 如果真的要让你懂大概至少要三个小时 所以这一段整个跳过最简单方式干脆直接把它汇出 然后变成一个新的资料表 你就当你根本就没有这张资料表 用关联的模式来去讲解会比较好 简单说就是我有一张 我有一张资料表 这张叫做实价登录资料表 我还有另外一张资料表 叫做那个县市成长分类资料表 然后我们就去看 我们就是想要知道说 哪些行政区它是有成长 成长的表现是什么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来上课咯 来麻烦请就座 首先 首先现在我们要进展到这个视觉 这个视觉化分析很重要 就是我们准备画很多的图 很多图它就叫仪表板 但是我希望说我们那个可以有机会进展到战情中心 仪表板很单纯 它就只是告诉你现在的情形 没了 可是战情中心可以告诉你问题 问题的本质 那就要看那个各位 各位 这边能不能比较快的去完成仪表板 那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数据建模我希望它保留起来 它到时候还是会动 因为我想在那个视觉化分析里面 我再去教你 这里面其实有很棒的一些视觉化工具 像例如说这边有一个叫做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这不是在以色谣里面也有 在这边是可以做的 好 只是我暂时先不教 我们先点加 就是增加一张报告 加 在最下面 有一个加 可以 好 我们叫什么仪表板 我们就先称为叫仪表板好了 请问一下 你画这个仪表板也有先后顺序的 对不对 你想那个飞机驾驶 他在 他在就是 做 做那个 看这些仪表板 也有他的主要固定的几个位置 他一定要去看 好 所以 我觉得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先做的是第一个文字方块 告诉他 类似像那个标题 好 我们就先来去用文字方块 就是 请点 插入 插入 文字方块 好 这个文字方块里面点一下 我们做什么呢 台北市 请输入 台北市 不动产 交易 不动产交易 里面 房 应该是房地买卖吧 房地买卖 仪表板 好 那这字实在太小了 你看下面不就这个 这个 他叫做 hand out 手边的一个工具 就是 你可以直接把字稍微变大一点 毕竟是标题嘛 毕竟是一个标题 可不可以设到字中 那请问一下 这个文字方块 这个文字方块 选到字 选到边 是不太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例如说 我现在选到这个边 选到这个边 我想要把它的视觉效果 你能动的 大概就是边界跟阴影 所以麻烦请把边界打开 阴影打开 好不好 就是让别人知道说 我现在做的这一块 是一个标题 好 等一下我们是不是要放很多张图 所以我建议各位 你要不要先点检视 然后请把隔线打勾 然后贴齐隔线也打勾 因为等一下我们做这个 做这个的大小 做这个大小 就沿着这些顺序位置做 最好是把检视底下的隔线 跟贴齐隔线打开来 等一下你做的会比较贴齐一点 应该讲公整 公整 好 我们现在 有了标题 对不对 请问你觉得 现在我要画什么 现在我要画什么 我第一个图我要画什么 我通常我习惯先做一些 简单的描述性统计 举例来说 我们台北市有12个行政区 因为我的目的也只是在讲 这12个行政区 它的那个 单价成长衰退的分类 对不对 所以我会先告诉大家说 我总共有多少个行政区 所以这边点一下 这边点一下 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会用卡片 第二 一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点选卡片 三请点选 那个县市乡镇 好 这个意思是说 这个卡片里面 放的内容是县市乡镇 可是我要知道 我到底有多少个县市乡镇 就是多少个行政区 所以请把这个栏位 请把这个栏位 往下的三角形改成 计算次数 请问是计算次数 还是计数相议 答案是计数相议 这样我是不是就12个行政区 计数相议 请改成计数相议 这个 这边栏位 栏位的设定 就是当我们已经选择了县市乡镇 这是栏位名称 对不对 可是你要进行是栏位设定 是在栏位 底下来去做设定 你才可以去选 如果它是文字 你就只能选什么 第一个 最后上一个 技术 我们做这一件事情 我们会把标题放在上面 还是下面 例如说 我不喜欢你 我不希望你就直接放一个12在这边 你放一个12 谁知道12是什么 可以了解吗 那你是不是会想要放个标题 例如说 行政区数 对吧 好 行政区数是不是就是这个卡片的标题了 那 那标题要放在上面还是下面 可是 它预设是放在下面 为什么 你们知道吗 我还是要跟你讲一下 我们现在不是大数据分析的时代吗 好 我们就看一下 耶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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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怎么呈现 这个吧 这就是 我不想能不能颠覆你的想法 你看 你看 Google的首页跟以前奇摩雅虎的首页 是不是差很多 有听懂 好 我现在 我给你们看的是 它就放八个数字在这边 你你觉不觉得 你觉不觉得 一看 其实我蛮震撼的 那美国 美国他们把这个数字 那个标题是放在数字的下面 可以了解 可是请问一下 我们 我们 不会这样放的 我们一定是先放标题 再放数字 对吧 我们 我们未必一定要做到跟他们一模一样 可以了解 所以 我的意思是说 麻烦要请你 这个视觉化 你至少要把标题打出来 这样子的话 你到时候一个月后再打开 你还是会看得懂 好了 所以我现在就要教你 这个十二上面我要放行政趋数 好 怎么做 请问一下 这个就在格式里面了 所以请点 请点这个 卡片 的这个 格式 有没有看到那个边界跟阴影 先打勾 先打开 好吧 然后 接下来 有没有看到标题 标题也先打开 标题也请先打开 然后标题在 点那个往下的三角形 标题文字就请打四个字 行政趋数 那我通常哦 我不喜欢只放在那个格子的左上角 我喜欢放在正中间 好 所以对齐方式我会选至中 有看到吗 然后 太小了 中文字太小就粘在一起了 所以我会稍微把它放大 不过 重点 重点是这个十二这个数字 可以吗 我觉得这样子 这样子 简简单单 然后干干净净的 还蛮好看的 重点是我们要呈现数字跟那些图 可以吗 继续咯 这叫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没什么知识 请问一下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 这应该不太需要变成知识 我所谓的知识就是问题 我所谓的知识就是问题 等一下我们就会出现了 比如说我们有六个行政区在涨 六个行政区在衰退 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问题啊 不是吗 那十二个行政区 这是描述性统计 我觉得还好 需不需要十二个行政区 今年的十二个行政区 跟去年的十二个行政区 做检定 不需要吗 我们这不是抽样 好 继续 请问 请问一下 你觉得这一个要放什么 对 这个我想要放的就是房市 我想要放的是平均单价 因为这是不动产交易嘛 你交易 你最先会问的应该就是说 那个平均一平多少钱这件事吧 好 所以我会在这一格这一格去放平均单价 好 来请 请点选卡片 卡片 卡片在这里 在视觉效果 在视觉效果 这个地方 视觉效果 空白地方点一下 你再去点这个卡片 在接下来我要用的是 单价原平房地平均 我先稍微把它拉宽一点了 等一下我要 我要那个呈现一下 它的意思就是说 所有所有不管哪些行政区 反正我的平均单价是什么 请问一下 在涨的行政区 它的那个平均单价会比较高 还是比较低 会 你们两个人先出去玩 清楚了 再进来 好 我们等一下就会公布这个答案了 然后为什么 听得懂吗 交易次数多的 会涨 还是交易次数低 少的 会涨 多的 这样听得懂吗 大数据分析 就在分析这些东西 还有到底是怎么涨 是逐年逐渐成长上去 一定是理论上是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讲说 20年前 如果你知道 你就要赶快去 对不对 好 那 这个数字 我不喜欢这样呈现 所以我要调整 我要调整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数字 数字的格式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有标题 把标题打开 标题 然后标题的内容 标题文字 标题文字 给它什么 叫做 单价原平 单价原平 房地 平均 对 然后 字中 然后字稍微设大一点 例如说18 可是我不喜欢这个615.96千 虽然它少了那个逗号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还是把它完整的呈现出来 所以在格式这个地方 有一个 请问一下 上面这个叫做标题 那下面这个内容呢 就叫资料了 资料 有看到第二个就是资料 可不可以请把那个显示单位 现在是不是自动 请把那个资料标签 显示单位改成5 然后我不要小数位数 因为我们买卖东西 有没有人在给那个几角几分 没有嘛 所以请把那个 值小数位数改成0位 这个就是什么 615,964 然后三天前 新改版的功能 终于加上去了 千分位符号 那个我们班的这位同学 你应该没有看到那个 你的千分位符号 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小小的改变 真的已经被好多人抱怨 那个我们 我们就是不习惯用千 对吧 一万就叫10,000 对吧 可是我们就要叫一万 有听懂啊 这在那个很多那个 这个就是习惯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有万啊 他们没有万啊 就主要在差别在这地方 好了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